如果液态的轰炸空间遇到压空瘴器到底哪个更强 同样是空间形提升到底谁能够占上风呢 老关于我们先来看看压空瘴器的提升面板 破坏力B速度B射程D持续力C精密度C成长性D 面板和轰炸空间完全一样 能力方面压空瘴器的嘴部连接着通往虚无黑暗的空间入口 任何通过这个入口的实体都将被分解成虚无 扎一看好像和轰炸空间差不多是吧 和轰炸空间相比不过是一个用嘴一个用手嘛 我们注意压空瘴器和轰炸空间最主要的区别 就是压空瘴器只能消去有实体的东西 也就是说压空瘴器不能消去空间 另外唯一可以藏在压空瘴器口中而不被消灭的 只有它的替身使者瓦尼拉艾斯自己 其实瓦尼拉艾斯本身是无法藏在黑暗空间中的 但吸血鬼的体质可以让其藏匿于压空瘴器的口中用于防御 同时压空瘴器还可以通过吞噬自己成为一个移动的球体 该球体触碰过的任何物体或人都将立刻被消去 在这个状态下的压空瘴器由于自身处于另外一个空间 所以无法被察觉 一般人看不到听不到连一气的鼻子都闻不到 但是由于其移动时必须吞噬周围的障碍物 所以当周围被杀锁覆盖后 压空瘴器的行动轨迹自然被显现出来 另外还有一点当压空瘴器进入球形态后 它就会丢失所有视野 也就是说如果想以球形态攻击对方 就必须先露出头来观察对方的位置 然后再进行攻击 而那便是它暴露弱点的时候 所以正题其实我们看过能力后 就会发现单纯从破坏力来讲 轰炸空间绝对是压空瘴器的上级 轰炸空间连空间都可以直接消去 这就意味着轰炸空间其实是有可能直接消去压空瘴器的 它所谓的无敌在轰炸空间这边其实并不好用 而且就算轰炸空间消不掉 它也可以利用消除空间来改变压空瘴器的攻击轨迹 或者让自己渗移 让其永远无法接近自己 当然这些的前提是两个人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开阔地带 当两个人都处于房间中的话 轰炸空间的优势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而且我们还要考虑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异态头 如果按不灭钻石中异态的智力表现来看 它可能都没反应过来 压空瘴器在哪就直接去世了 所以我们还不ups